你唱歌为什么不好听 答案很可能是缺了一口包牙 不信你听听这个包牙宰了一盏歌喉 这嗓子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啊 随便一开口就横跨四个八度音阶 哥俩听得耳朵都要怀孕了 包牙宰解释咱靠的就是这一口包牙 它因为多长了四颗门牙 口腔天生比常人大 这就意味更高更广的音域 哥俩不得不服气 再也不敢嘲笑包牙宰的言辞 并向其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能加入他们 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开始转动 一支风靡全球的殿堂集乐队 即将登上时代的舞台 大家好 我是小野哥 今天我们讲引死最卖座的音乐专辑电影 波西米亚狂想曲 包牙宰名叫弗雷迪莫丘利 印度波士 为了逃避战乱 跟随父母移民到了英国 弗雷迪大学主修的是艺术设计 但毕业后因为移民身份 加不俗的长相 并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 只能在机场当搬运工 但弗雷迪心里有一个音乐梦 生活在60年代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他被摇滚乐的浪潮所席卷 弗雷迪在私下里经常会尝试写歌 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登上舞台 但弗雷迪的父亲非常传统 认为弗雷迪是不务正业 对未来没有半点规划 摇滚乐并不健康 他希望弗雷迪树立良好的道德追求 纯善念 讲善言 行善事 可弗雷迪跟父亲水火不容 每晚下班他都会去各大酒吧 寻求入火的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有个微笑乐队 主唱最近跑路了 弗雷迪毛遂自荐 成功用自己的四颗大板牙 征服乐队成员得到了入火机会 这支乐队里除了弗雷迪 是个搞艺术的文科生 其余的都是理工男 其他首是天文学 在读博士 五首是牙克一学生 被尸首读的是电器工程 首次登台演出 别看弗雷迪私下里内向害羞 像只敏感的大老鼠 但一上台就仿佛变了个人思大 自信 狂傲 奔放 反如一头登机的失望 这种张扬的表演风格 让乐队俘获了一大票铁粉 弗雷迪同时还收获了爱情 和一个叫玛丽的姑娘走到了一起 玛丽也是弗雷迪的歌迷 每次演出她都会到场 默默地坐着弗雷迪背后的女人 一亿年之后 微笑乐队在当地 已经是声名远扬 各大学校和酒吧的演出上单 街道腿发软 成员们都很满足 但弗雷迪觉得目光要放远 光靠着酒吧演出 泪成狗也影响不了几个人 他们必须要复制影响力 录唱片 出专辑 于是 在弗雷迪的主导下 乐队的几个月挣的钱 还有代步车都被卖了 只为凑出录专辑的费用 弗雷迪还把微笑乐队 更名为了皇后乐队 他觉得只有这个词才符合他们的气质 没想到录制歌曲的时候 他们就被百代唱片公司的星探看上了 著名经纪人约翰·里德 对皇后乐队非常感兴趣 要跟他们签约 有了资本的加持后 乐队得到了更高级别的演出机会 开始登上BBC的舞台 但兄弟们却很不爽 因为BBC为了防止失误会要求假唱 这让成员们感到非常恼火 这不是糊弄观众吗 不过 有了这些巨头媒体的渠道分发后 皇后乐队的影响力迅速扩散到了国外 专辑冲上了美国排行榜 百代公司趁热打铁 为皇后乐队安排了全美巡演 割几个热血沸腾 这可是在摇鬼乐的老家巡演 与此同时 弗雷迪还向她的一生 自爱玛丽求婚了 美国巡演之后 两人变可完婚 玛丽承认弗雷迪 给那么多人唱歌只是不感觉 弗雷迪说 当我听到歌迷在听我唱歌 当我知道我的歌声 真的走进他们的心里 跑掉就变成了一种不存在的事物 这就是弗雷迪看待音乐的方式 他把每次演出 都当做自己的生命去对待 在美国巡演期间 歌迷异常热情 场场作物虚席 弗雷迪感觉非常棒 只可惜没有玛丽陪伴在他身旁 所以在演出结束后 弗雷迪偶尔会觉得有点寂寞 他有点想尝试 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但还好巡演很快就结束了 回国之后 皇后乐队的人气再上一层楼 弗雷迪因此成为了百代公司 当之无愧的头牌 这导致弗雷迪越来越膨胀 开会从不准时 一言不合就跟老板拍桌子 老板想要皇后乐队 趁着现在风头正盛 套用过去的成功模式 抓紧生产新专辑 但弗雷迪却一口否决 坚持要创作一张全新的专辑 在摇滚的新壳子里 添加最古老的歌剧元素 既有希腊悲剧的商情 也有莎士比亚的瑞士 还有音乐剧 无拘无束的快乐 弗雷迪想弄出一种无法被定义 但又无比朴实的音乐 让皇后乐队成为颠覆式的传奇 老板理解不了 但皇后乐队现在是公司的摇钱树 他只能选择妥协 任由这帮艺术家折腾 于是弗雷迪带着成员们 来到了一座乡间农场 与世隔绝 只为专心创作 开始为了寻找灵感 弗雷迪会唱一些以前写过的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首写给玛丽 琴声如许的一声自爱 当场就把助理保罗感动得想哭 有点弯的保罗对弗雷迪发动了攻势 还好弗雷迪抵挡住了 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取向有点广泛 但他绝对不能背叛玛丽 也不能失去玛丽 负罪的弗雷迪随即灵感爆发 写出了他摇滚生眼的代表作 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前奏与歌谣部分 这部分的歌调 似乎带着一种赎罪的意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录制 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歌剧部分 由于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 再加之弗雷迪力求完美 导致进度严重之后 经费超值很厉害 弗雷迪经常是一个唱段 都要重复录几十次 Dub 26 of Fred's thing One more one more One more Again 在弗雷迪的精益囚禁中 新专辑的录制完美收官 弗雷迪还决定 把他最得意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作为封面单曲发行 老板差点被气吐血 他觉得这首破歌 录得简直是乱七八糟狗屁不通 歌词全是什么小丑 魔鬼 真主 一堆神神乎乎的东西 在如今这个速度 与激情的时代 不可能有年轻人会喜欢 而且播放的时间长达六分钟 但当时大电台的播放标准 只有三分钟 这是因为长久以来 流行歌曲都不会超过这一时长 所以这首六分钟的歌 在电台预论的概率非常大 老板不敢冒这个险 建议弗雷迪换首歌作为 宣发单曲 但乐队成员都拒绝妥协 他们一致认为播狂才是最好的作品 最终双方也没有弹弄 不可疑似的弗雷迪索性决定 毁约不干 果断离开了百代唱片公司 之后弗雷迪凭借个人关系 找了一家十八线电台 对《波西米亚狂想曲》 进行了首发宣传 结果这一炮 红遍全球《波西米亚狂想曲》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音乐结构 全程无副歌连接 六分钟 五个章节 四种风格 编曲之绝妙 即便在此后的几十年里 仍然处于飘在云层上的水平 皇后乐队也因此晋升为了 世界级的摇滚乐队 开启了全球飞的世界巡演 纽约 悉尼 东京 所有大城市都以皇后乐队的到来 蓬毙一声挥 但爆炸式的名利双收 却把弗雷迪吹话得愈发迷失 他开始默许保罗 为他安排一些难为情的伺候 可完事后 又会无比愧疚 他还是背叛了玛丽 弗雷迪被这种精神分裂 折磨得异常痛苦 在结束完整个年度的巡演后 他终于回到家中 向玛丽坦白了自己的变化 弗雷迪说 他发现自己好像是 爱好者 不光爱走西 还爱走东 但玛丽却纠正他 不 你就是东 你只爱走东 原来玛丽早就发现了弗雷迪的异常 只是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罢了 如今弗雷迪说开 他再也不能自欺欺人 当夜 玛丽便离开了弗雷迪 只希望他能够照顾好自己 弗雷迪心如道哥 他是真的把玛丽 视为了一生的自爱与自己 之后的几年里 弗雷迪老得很快 续起了胡子 由包牙仔升级为包牙叔 乐队成员们纷纷取其身子 组建了家庭 但弗雷迪还是独生一人 每天都在想念玛丽 弗雷迪甚至在玛丽家对面 买了栋别墅 期盼玛丽能够偶尔来陪陪他 但玛丽只想过正常的生活 他没有义务来消解 弗雷迪的寂寞与负罪 空虚自给的弗雷迪 只能让保罗举办喧嚣的派对 以此排解那尸骨的孤独感 乐队成员看着堕落的弗雷迪 纷纷都疏远了他 这让弗雷迪感到更加的单薄 弗雷迪想要使出操能力 对其强人所难 但没想到 弗雷迪赶紧道歉 他以为谁都是金钱的奴隶 实在是太冒昧了 弗雷迪接受了道歉 心平气和后 两人坐下来喝了一杯 没想到聊得还挺对脾气 弗雷迪名叫吉姆 弗雷迪非常喜欢他 吉姆也认为 弗雷迪需要一个真正的朋友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在弗雷迪经常迟到 或缺席排练的日子里 吉他手布莱恩 创作了一首全新的单曲 《我们将震撼你》 这首曲目的创新之处在于 不需要任何歌词 就能让歌迷与乐队情绪交融 形成宛如一体的互动 这首单曲非常成功 但这又便宜了弗雷迪 外界都认为是主唱的功劳 没办法 一个乐队的主唱 总是会吸走大众所有的注意力 这导致弗雷迪的身价估值越来越高 哥伦比亚唱片公司 甚至开出了天价支票 想挖走弗雷迪 让保罗当这个税客 不过保罗很鸡贼 知道这里面利益虽然大 但风险更大 极有可能会惹毛弗雷迪 于是便说死经纪人约翰前去劝说 结果约翰撞在了枪口上 弗雷迪大发雷霆 弗雷迪 弗雷迪是争霸队员们当成了家人 谁让他解散乐队 就相当于是拆散他的家庭 经纪人被弄走之后 弗雷迪便彻底落入了保罗手里 整日丑门满天飞 在新专辑的发布会上 记者的提问 没有一个是针对音乐团 极体猛攻弗雷迪 弥烂的生活是否属实 而且这张专辑 之后在美国还被封杀 因为有一段MV 乐队成员男班女装 弗雷迪冤的不行 这变装的主意 明明是鼓手想出来的 歌词也是被尸首写的 但黑锅却全部由他来背 弗雷迪实在是受够了 这种不公的待遇 所以他提议 乐队暂时停止工作 他要给自己一个成长的机会 其实 弗雷迪已经跟哥伦比亚 签了单飞合同 兄弟们难以置信 弗雷迪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做出了这么操弹的决定 但弗雷迪一点不虚 立刻回对兄弟们 自己已经让他们占尽了好处 当初如果不是他的加入 歌几个大概率还在酒吧卖唱 实话一出 弗雷迪把兄弟们的脸面 撕得是稀巴烂 就这样 皇后乐队还是散伙了 为了录制和哥伦比亚公司的专起 弗雷迪跑到了慕尼黑 闭关自作 慕的乐手都对他言轻计从 再也没有人跟他吵架 没有人敢反对他的意见 可越是这样 弗雷迪就越觉得 录出来的音乐是一坨狗屎 怎么路都找不到感觉 保罗就劝他不如来场XXX party 放松放松 这一放松可不得了 弗雷迪完全堕入了深渊 终日左右为难 进退两难 又喝又客 醉死梦死 最要命的是 他还因此患上艾滋病 闭关期间 玛丽打过很多次电话 询问弗雷迪的境况 新经纪人也希望弗雷迪 能和乐队成员迫近重远 去参加一场名为 拯救生命的慈善演唱会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演唱会 但这些消息都被保罗揽下 无论谁给弗雷迪打电话 保罗都说没空 最终 玛丽实在担心 跑到慕尼黑 终于见到了不成人样的弗雷迪 弗雷迪感动之余 恳求玛丽能留下来陪她 但玛丽却告诉弗雷迪 她已经怀孕了 可救 我怎么能忽略 弗雷迪 弗雷迪 这有没有关系 弗雷迪 弗雷迪 对不起 我们远离 绝对成员 你的家人 还有千千万万的歌迷 这难道还不够吗 保罗并不在乎你 这里面的人也不在乎你 你不属于这里 回家吧 弗雷迪 玛丽的话 让弗雷迪幻然醒悟 她当即炒掉了保罗 即便她知道保罗 有她无数的黑料 她都不在乎了 弗雷迪决定痛改前飞 请经纪人帮她约兄弟们见面 但闹得这么僵 经纪人都不知道怎么约她们 弗雷迪说 我们是家人 是家人就会吵架 然后彼此原谅 不计前嫌 凭借这个理由 经纪人真的约来了成员们 弗雷迪 负金请罪 痛批自己狂妄之大 是王八蛋 她发现离开了兄弟们 根本就创作不了音乐 以前那些作品 都是靠兄弟们在一起 才完成的 她需要鼓手的质疑否定 及她手的推翻重写 以及被失手的调节气氛 只有当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 才是所向披靡的皇后乐队 否则她啥也不是 弗雷迪需要兄弟们 她相信兄弟们也需要她 在弗雷迪的真诚忏悔下 兄弟们原谅了她 当下摆在眼前的首要问题是 皇后乐队要不要参加13晚会 一场前无果人 大概也后无来者的 史诗级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是为了 给非洲大饥荒进行13幕圈 届时将会有13个卫星 进行全球直播 150个国家的电视观众 预估超过10亿人 都会观看到这场盛大的演唱会 由于时间有限 只有全球顶流才有参加之和 其中就包括了鲍国狄伦 保罗麦卡特尼 埃尔顿约翰等超级巨星 阵容可以说是前无果人 就算皇后乐队 都轮不到开场或者压轴 所以兄弟们比较犯处 会不会出差错 毕竟他们已经好几年 没有一起演出了 排练的时间很紧张 万一闹出笑话就不好了 但弗雷迪力排众议 他们必须参加 不然到死都会后悔 因为弗雷迪清楚 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之后的日子里 弗雷迪每天都在拼命地排练 直到演出前的最后几天 他才向兄弟们公布 自己得了艾滋病 即将命不久矣的消息 但弗雷迪要求大家 不要同情他 因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 他要把几阵的所有时间 都用来做音乐 成为一个极致的表演者 把生命与激情 献给热爱他们的观众 弗雷迪这样的人物 犹如古希腊的神话英雄 勇敢而悲伤 他把自己的生命 当成了烟火 痛苦便是他的燃料 但这烟火必须水灿耀天 浮躁世人 演出前夕 弗雷迪找到了吉姆 因为他已经真心认可了 自己的身份 弗雷迪还将吉姆带回了家里 向父母展示了最真实的自己 弗雷迪之所以坚持参加 拯救生命公益演唱会 其实也是紧接着父亲的教会 纯善念 讲善言 勤善事 在这一刻 父子俩紧紧相拥 达成和解 1985年7月13日中午12时 拯救生命演唱会 在伦敦的温布利大球场开幕 下午6点 终于轮到皇后乐队登场 第一首曲目 当然是代表作 波西米亚狂想曲 一首波狂 瞬间带热了全场 即便多年过去 亲历过那场演唱会的歌迷都绝大 虽然众星如云 但皇后乐队的现场 绝对是最闪要打那颗北斗心 弗雷迪 墨丘利 是一个能将观众的情绪 含在嗓子眼里的王者 不信 来听听最后一首主意 燃爆生命的 我们是冠军 波西米亚狂想曲是布莱恩星格之道 2018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获得91届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在内打四项大奖 金球奖最佳剧情片 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主角 影片全球票房收入9.03亿美元 制作预算也为千万美元 这一成绩也让它成为 史上最卖座的音乐传记电影 威力2018年全球票房排行榜 第七位 还打破了传记类电影的历史票房纪录 电影以风靡全球的皇后乐队主唱 弗雷迪的人生故事为蓝笨 讲述了一个音乐天才的陈鸣 陈伦和涅槃 就电影本身来说 故事并不是特别出彩 但架不出皇后乐队是真牛逼啊 音乐一响 所有的情绪都被点燃 估计有一大波观众 不是从着电影去打 而是从着皇后乐队去打 毕竟皇后乐队曾经带给粉丝们的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体验 或许这边是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能够让世人着迷的原因所在吧 最后看到这里的观众应该都是铁粉了吧 打个广告哈 月歌六周年纪念台历已经上线 名字叫发声 我们都要明白 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 我们都要相信 一切的发生都刚刚好 我们希望每当你看到这款台历史 都能想起我们的机遇 对生活多一点耐心和安心 53张原创插画分成4个章节 世纪如人生 53部电影总有一部能解你当下的困惑 53句台词总有一句能触动你的心弦 还有8个彩蛋隐藏着想对你们说的私房话 呱呱乐不中涂个新鲜 中了涂个吉利 台历的功能有点多 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在平淡往复的日子里 发现生活中更多的小惊喜 小确幸 最后再唠唠为什么要做这款台历 当然了要赚钱是肯定的 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 希望能把那份与电影连接时的感受 变成一份可以触摸的质感 变成一种真实确切的陪伴 毕竟思想交流一万遍 也不如牵手一次来得实在 这不是一份台历 这是一整年的陪伴 顺便提嘴基础版跟豪华版台历是一样的 请大家按需购买 购买方式 头条西瓜抖音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或者去主页数创购买 其他平台可以某宝搜索店铺 月歌征选自助下单